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是万奇是12月23号 在野狐下的一盘往奇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变向一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久没有看到这两人在野狐对战了 以前一天到晚就是他们俩在下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曾经的往奇老对手 开局 双方都选择新小木 然后黑棋点33 走完定时之后白棋单关跳 黑棋分头 然后白棋再挂 小尖上方尖顶完之后点脚 这个布局还是比较的常规 黑棋二尖低夹 白棋靠牙出头 当然这个地方也有小尖出头的 靠牙完之后搬长一个尖顶 先搬再虎 然后黑棋跳 一边攻击一边扩张 白棋底下断 这个地方黑棋也可以先打 然后再压 这样白棋拐下来 黑棋立 把脚上安定 然后外边继续作战 黑棋也不虚 实战黑棋是单长 白棋长下来 之后黑棋一路打 做活的同时破眼 白棋拆盖 接下来黑棋提掉 这样黑棋彻底活干净了 白棋外边靠一个 黑棋底下 再靠上来 这个棋是为了把外边的这个气尝出去 然后方便 对白棋右边动手 之后白棋搬 黑棋反扳下来 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打持 黑棋粘上 翻打 那这样黑棋气边长了 白棋如果说敢提的话呢 底下是补好的 但是右边被黑棋这么一扳 你连回来的话 这个黑棋是可以直接扳在这 把白棋给捂进去的 拐一个就连扳 白棋无论如何都出不来 比如说你这个 上边断打 再来一个断打 再打持 那黑棋反打完之后再一尝 封进去了 而且这个白棋还不活 你要是从这个外边打持 那黑棋粘 再打黑棋再粘 这个棋外边白棋因为有个断 而且气非常的紧 再下一手也封不住黑棋 那里边的白棋还是要死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赶忙往右边扳头 黑棋顶一个之后再断 还是要吃子 下一招白棋这个靠不太好 这个靠让自己太薄了 应该盛这个 因为盛这个黑棋来不及断 断的话直接就吃死了 黑棋也只有粘 粘的话再贴下去 马上扳 还有棋 所以说黑棋得扳粘先长气 让白棋可以抢先手 把外边这个断给他补一补 这样气是气了一块 但是白棋外边还是比较舒展的 白棋还行 实战靠这个 被这个黑棋断上去之后 那现在白棋来不及走了 底下一打黑棋一粘 里边挖粘之后 黑棋再粘上 那现在黑棋暂时不用补了 外边白棋只能继续气两颗子 这个气的是越来越多 打了之后贴住 黑棋再长 然后白棋拆个边 黑棋底下断打 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挺头 然后白棋沾 做活 黑棋再回到上方 肩顶先手 白棋挺头 黑棋再震头 然后白棋继续判断失误 就是右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薄了 而且因为脚上 黑棋还有扳了之后 在虎的这种先手 所以说这个地方补齐的话 迫在眉睫 这个白棋应该扳了之后 另一个又补脚 又留一个二路跳的后门 然后这个边上的话 黑棋跳进来 白棋还可以先刺一下再粘 黑棋要是冲 那白棋 虎一个 也都能联络 那很显然这个右边连脚带边的这个价值 是要超过底下的 实战白棋贴住 走在这儿 但是还是没有补好 被黑棋右边跳刺过来之后 脚上一扳 扳完之后 再往右边一跳 那接下来的话 白棋还是应该右上打拔 这个还是大 底下黑棋就算再补一手的话 白棋还是应该回到右上尖顶联络 反正这个就纯粹是判断上的问题 实战白棋又花了一手在底下去补 还是没补干净 黑棋中间这一飞 那白棋这一大串都非常危险 之后白棋二路脱 黑棋脚上先唬一个 白棋打吃 黑棋再搬下来 要整体进攻了 白棋挖一个 这个棋黑棋选择是打 其实这个团柱再断也行 这样白棋冲出去 黑棋一打在一顶破眼 这个白棋局部还是不活 连回的话 这一打滚包 然后再一拐吃 还是黑棋好下 实战黑棋选择打 那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再打上来 黑棋粘上 因为白棋补断的话 黑棋可以爬回 然后他打吃在这里 黑棋断打 白棋被迫作劫 那黑棋先提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 这个底下连续补齐 白棋有多损了 本来右边活得好好的 现在呢 不仅是空没了 然后还面临这个死活的问题 之后白棋底下搬一个找结材 然后再提过来 黑棋右上沾 白棋没办法 这个再跟着硬的话 结材也不够 所以说只有消结 这样苦活之后 黑棋再把右上一搬断 这个脚 黑棋收入囊中 白棋外边飞出 薄得很 被黑棋飞分段 然后白棋拐住先手 二路小间作火 这个地方又是活出来一小块 黑棋再往二路一立 这个左上又被搭进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可以说嵌一发而动全身 因为白棋底下连续浪费两手棋 先是右边遭殃 被黑棋一通搜刮 最终走出来一个打结火 然后再波及到右上 这个脚被杀 再蔓延到上方这里 虽然说白棋最终做火了 但是被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这个二路一立 外边一飞 左上角白棋也是被席卷进来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的大局观 遭到了黑棋的碾压 然后白棋拆个二 黑棋尖领 白棋长 这样其实已经活得比较小了 接下来黑棋再逼入 可以说黑棋的形势一片大 接下来白棋靠牙完之后长 黑棋二路小尖 白棋靠住 然后黑棋再挖毡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往里一掉 其实这个棋 即使在劣势的情况下 这个白棋还是应该先稳住 AI的建议是补在这 从长记忆 实战白棋表示不难忍 这个地方要寻找突破狗反击 假一个 那黑棋再跳下去 然后白棋左边断 这个地方想在这借近 比如说黑棋要是从这打 这个挡下去的话 那白棋比如说最俗的一打一靠 这个黑棋就要被卷杀进来 所以说黑棋从二路打 这样外边这颗子很轻 长一个之后再压住 白棋还是没有选择这种 夹之类的这个手段 比如说让黑棋站在搭上来 他走的是里边这个场 想在这个内部直接出棋 黑棋站上之后 白棋选择挡住 因为你这个地方 也没有其他的招 搬的话呢 黑棋这么一团 你是连不回去的 猴的话被黑棋冲下来 直接再一打一气收 实战白棋 挡住 然后黑棋团一个 白棋再打吃 黑棋选择作结 因为瞻的话呢 这个对杀白棋 有这手虎的延气 你如果说拐下来呢 这个白棋就直接收气就行了 黑棋气不够 一路点杀的话呢 白棋也是可以挡在这 这样你拐下来 他还是收气 最多黑棋也就吃掉 这两颗子 这一大团还是被白棋 给吃掉了 这样也不行 你要是直接打的话呢 白棋可以从这连回 提掉的话 粘上 再去断打 白棋再提掉 反正你要提这个打还一 那白棋往上一打 这个白棋也连通 黑棋里边是死的 你要是外边挺头 那白棋直接收 黑棋这一大团的气 或者说就把这颗子给粘上 黑棋的气也是卖一气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粘就不太成立了 实战做节 然后白棋提掉 接下来 黑棋往右下去 扳 这个节才稍微找的 有点小 其实还有这个 更大的 就是底下这里冲 那白棋必须得跟着硬 再提节 白棋底下打持 提过来 黑棋这儿断 还有后续的节才 就白棋挡住之后 黑棋提 像白棋右上这里找一找 最终应该还是白棋的这个节才 先枯节掉 因为像这个黑棋底下一打一提 除了这个打之外呢 这个白棋比如说右上 那你再找节才只能找损节了 因为你这个粘不是坚守 黑棋不用补 要找的话也只能断在这 黑棋提 然后你再提节 黑棋还有哪边有节才呢 比如说这个 其实粘一个就是本身节 除了这个本身节之外 像底下这里的斑 对吧 白棋如果打那就反打 他如果吼一个的话呢 直接搭上来 节才更多 所以说这个节 黑棋就找一些大的 去打 最终还是黑棋能打得过 实战右下这个斑就显得小了 被白棋直接消节 而且黑棋也不可能去吃这个尾巴了 你要斑这个 确实能杀掉这几颗子 但是被白棋外边一贴 这个棋这个白棋 还是能反吃掉黑棋这两个 那实战这个黑棋选择的是 爬一个 继续长棋 那白棋底下挡住做火 那黑棋还是更加看中 外边这里的这个 杀棋 之后黑棋联络 白棋靠一个 黑棋选择的是斑 顶端的话呢 也能吃白棋 但是就是这么交换一手 白棋往上大跳 我们会发现黑棋左边这根棍子 其实也不火 如果说就只能形成一个转换 因为你扳起来的话 白棋这么一打再一扳 还是能把黑棋给断开 那白棋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实战黑棋选择扳这个 白棋断 然后黑棋顶 打的话呢 被白棋这么一断打再一打吃了 那这个棋要面临这个截针了 这样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黑棋选择顶一个 等白棋压住的时候再长 这样白棋跳出 黑棋不但是先手包围了这一块 而且还有功夫去处理左边 继续跳出 可以说一直下到这儿 这个黑棋的局势都是比较不错的 接下来白棋继续压 然后黑棋搬 白棋中间跳一个 黑棋跳出 然后这个白棋选择直接断 也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时候其实有点机会 就是白棋应该先沾这个 因为先沾这个 黑棋不可能去补左边断 要不然中间被 这个白棋给冲斥了 那底下刚才这个死棋也复活了 黑棋得双一个 然后白棋再断上去 这样这个更加能包围 而且黑棋里边应该活不了 像这个比如说二路跳啊 你就挡住他要是搬这个 你就再挡 挖沾的话再立 组组 黑棋还是活不了 这个地方先沾再断 应该有机会杀的 实战直接断的话 被黑棋冲一断 你得先补回去 然后黑棋中间再一双补棋 这样其实白棋自己变薄了 这个包围圈摇摇欲坠 接下来白棋跳出 然后黑棋长一个 白棋贴住 之后的话 黑棋选择的是斑 这个棋如果说你小尖联络的 白棋还是小尖长棋 反正白棋只要长的这个棋 比左边黑棋这个双板凳的多 就可以吃掉黑棋 黑棋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思路呢 就是左边基本上是打算弃掉 他的这个意图就是 从中间把白棋断开 逼迫你这样去延棋 然后顺势卷杀白棋上边 这块棋 那黑棋就算成功了 实战黑棋先斑一个 然后白棋断上去 黑棋猴 白棋再长一个 黑棋再飞 不过这个形状也是有点薄啊 接下来白棋靠出长棋 黑棋左边搬一下 夹一个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 白棋打吃 然后黑棋中间来一手这个尖领 白棋斩 挺头的话呢 黑棋有这个啊 就是长一个之后冲 不过白棋也不是很怕啊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首先冲一个先手 再冲一个先手 再断上去 其实黑棋是封不住的 因为这两个双打吃嘛 你要长的话 这个白棋断打完之后再一冲 再一断打 再一打 黑棋长的话就把上边这三颗子给拐死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难 实战白棋选择沾 黑棋搬住 白棋靠出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的招法就没有走得很厚 已经给了白棋逆转的这个空间了 接下来黑棋冲 然后白棋挤在这 黑棋打 这个棋呢 其实白棋最稳的是打这个 然后冲死这四颗子 这样黑棋再打 白棋来一个倒铺 可以多吃一点 不过后续关键还是要看上边这块棋的死活 实战白棋选择的是冲 那黑棋从这里打吃出去 白棋再打 黑棋提掉 之后白棋从这吃通 黑棋再打 那现在反正白棋上下两块 如果说就这么被分断 肯定是有危险的 他肯定要纠缠住黑棋这一块 因为这个棋马上各种滚打包手 棋非常的紧 下一招白棋打吃 寻求联络 黑棋直接往上点杀 其实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有点勉强 白棋最好的走法是先打滚包再打 然后黑棋提节的话 白棋就找机材去拼这个节 比如说下方一打再提过来 黑棋沾上的话 白棋外边再一打 把黑棋全部卷杀进来 这个节就打得非常大了 而且黑棋再提这个节没有用 因为白棋外边又可以提又可以沾 黑棋还是要被卷进去 所以说这样黑棋已经有点要崩了 不过实战白棋还是跟着硬了 那这样黑棋提个节 缓和不少 接下来白棋打持先手 再提 然后黑棋拍上去 白棋提节 之后黑棋往中间冲一个威胁这个段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白棋下的一场的软 刚才已经软了一步了 这个棋又软一步选择直接沾上 为什么不打这个节呢 这个棋肯定应该先断上去 让黑棋气变紧 然后比如说底下找一个节材 利用这块死棋再提 让黑棋找一个节材再提的话 白棋还是有节材 比如说底下这里的断打 之后再打持滚包 对吧 黑棋如果说被迫只能 沾上的话 白棋再断上去 马上要靠这个节来一锤定音了 这样黑棋其实挺难办的 这个不太好打 实战白棋选择中间补断 他是不是认为吃掉左边这个双板凳就赢定了 那黑棋先踢节 而且接下来白棋还有机会 就是继续把这个节打过去 比如说底下找节材 再提黑棋找 再提过来 白棋下方还是有刚才讲的这个节材 就是无论如何 白棋这个地方一定不能落后手 去补这个节 黑棋要是补断的话呢 白棋就可以抽空去上边做活 这样白棋两边都不用死 这个空确实是够 实战白棋完全就是这个 不想去打 当黑棋提过来的时候 白棋就直接粘节了 那这样的话 黑棋左边确实是死了 但是被黑棋左上这么一拐 先手 你再打持 他再往上一次 那白棋这块要死 如果说这块死的话 白棋还是不够 接下来白棋断 然后黑棋压住 白棋这个时候在提节 已经无关痛痒 这个黑棋站上 关键是里边白棋确实活不了 你要先打在团 这个扩大眼位的话呢 黑棋就打吃破眼 上面夹一个也没什么用啊 就黑棋这么一打 你一尝 他站上先手 防止你从一路里形成这个双活 他就先扳 缩小眼位 再扳左边 那白棋直接死 实战白棋 直接夹一个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再脱先 因为这个地方 长的话还是死的 黑棋这么一站一扳 跟刚才一样的 你左边一顶 他一团破眼 你要是利做自己的眼的话 那黑棋连回去 白棋还是死的 透透的 突然这块死掉了 白棋要垮了 黑棋再次取得优势 接下来白棋底下 非刺的先手 中间双打 提掉 黑棋连络 左上白棋这么一冲一打 黑棋里边长一个先手 打吃 白棋右上刺 沾上黑棋沾 然后白棋右边这样爬回 黑棋再打 白棋左上提掉先手 底下打吃先手 靠上来 后面都是一些小关子 不过后来还发生了 有趣的一幕 就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首先底下呢 是一个收器 这个先把它看完 没什么棋 然后白棋右边沾 黑棋顶一个团柱 白棋底下收器 就跟着手 最终黑棋快一气 下方一路搬沾 黑棋右边 尖刺 沾上先手 挤一个白棋中间冲 团柱 黑棋提掉 白棋下立 然后提这个结 双方这个结 一人一个 白棋再沾这个 然后黑棋右边 团柱 白棋沾 接下来这个棋谱 反正显示 就是白棋又下了一步 那明显就是 黑棋停了一手 记得以前柯杰 应该也是和 变相一下往棋 有一盘棋 也是这种 停一手都赢 然后柯杰 果断停了一手 这个棋 其实也是 带有一定的嘲讽 这个棋已经 白棋输飞了 这个还在下什么 应该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那停一手之后呢 变相一居然还 这个就 继续在下一步 然后黑棋提掉之后呢 他还要再打一步 这个 根本就不用下了 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 沾上不就是一个丁丝吗 然后比较搞笑的是 居然还进入了 这个点幕的环节 然后最终点出来 黑棋是 赢了11幕半 那这盘棋的话 前半盘 黑棋一直取得 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白棋 对于底下 以及右边 和右上角这里的 价值判断出现问题 实战走下来 不但是被黑棋 右边一同搜刮 而且还走出来一个棋 之后反正就是连锁反应 每一块棋都受到影响 后来在这个底下的定型 这个白棋也是下的挺拼的 然后去强杀黑棋 左边这个双板凳 确实也是取得了 一定的这个效果 眼看这个棋好像快要翻盘 但是白棋接下来这个迷之操作 确实也是让人看不懂 就是中间明明有结 而且在结材 还算是比较丰富的情况下 白棋连续的 想要避开这个结阵 结果被黑棋越走越厚 最终上方来一个致命一击 把白棋这块一吃住 那白棋肯定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当然最后还发生了一点小差距 这个也就是 给这盘棋又增加了一些调味料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